老闆手忙不停 咬起一碗碗羹汤 加入及吃香气浓郁的肉燥 接着撒上芹菜 淋上香油 就能和乳到焦糖色入味的茶叶蛋 一起上桌享用 再配上一杯冰冰涼涼的红茶 就是当地人最爱的古早味 从小吃到大了 我们家吃三代了 位在妙口袍 没有店名简单摆设 菜摊上只有米粉跟红茶 茶叶蛋却深受当地人喜爱 就是因为价格亲民 一大碗米粉跟 只要35元 红茶茶叶蛋也都只要10元 一个50元铜板 就能吃得好满足 为了让客人吃得饱足 又健康老板娘坚持 什么都要现煮 而来这里吃要怎么点 可是大有学问 原来所谓的一煮 就是米粉跟加上茶叶蛋和红茶 甚至有的老套喜欢重口味 会点上一组加肉 老板就会多挖一匙肉灶 让滋味更浓郁 而老客人的独特吃法 就是剥开茶叶蛋 把蛋黄拌入汤里 大口吃下口感更丰富 另外的花莲在地平民美食 就是这刚出炉热腾腾的包子 饱满可口的模样让人口水直流 拨开肉包一看鲜肉汤汁让人垂涎 花莲公正街的公正包子 虽然和其他包子比起来迷你一些 但一颗包子只要5元30年都没讲过 花莲早餐各有千秋 但都凭着真材实料的好味道 满足了挑嘴陶科 接下来廖卫领皇军花莲报道